美国的国民所得是台湾的两倍 却没有全民健保 一年有70万人因为巨额医疗费而破产 华盛顿邮报记者走访美、英、日、德、瑞士和台湾等国家 实地了解他们的医疗保险运作 小而美的台湾健保是公认的典范 10月12号周五晚间10点 主题之夜 评鉴全球健保 感谢观看